你今天如果說是鱷魚 鱷魚吃東西就很豪邁 大口這樣子咬 全部都吃生的 沒有吃熟的嘛 對不對 但是這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看得出來這隻鱷魚 發生什麼事嗎 怎麼嘴巴就這樣一直卡著 結果他竟然是咬了一隻烏龜 他一定會把牠吃掉 這一隻烏龜是不是很厲害 你看 牠這樣子 這樣直的咬也不行 橫的咬也不行 就是咬不動 然後兩個就在那邊僵持不下 我覺得這個 我們之前影片也給大家看過 你看好像噴射出去 結果因為烏龜很慢 你看馬上又被鱷魚咬進來 所以烏龜也逃不掉 鱷魚也咬不破 就這樣子僵持不下 不過我覺得 是啊 不過我們之前有放螢幕 給大家看過 有一隻鱷魚超厲害 牠吃這個烏龜 咬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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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對 但是這一對寶 看起來其實也滿有趣的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說鱷魚很兇 吃東西都這樣子大口大口的 有時候吃到烏龜 就沒那麼容易 那接下來吃一隻魚種OK吧 魚 簡單 那還不簡單 魚腿有什麼硬的 你看出動了 有沒有發現 原來牠看到這個盒裡面有東西 然後就要去吃它 對 但是結果到底發現 你看咬到了 有沒有 你看牠開始在這邊動了 然後是不是 但是甩得可厲害 結果好像不對 誰不好惹 怎麼說 好像惹到的是電蠅 牠咬到電蠅 那怎麼辦 那牠不是被電到的 對啊 所以其實 所以牠剛剛的顫抖 是被電到的顫抖 對啊 就在那邊抖 抖的了是不是 你不是吃到東西在那邊 慢慢咬 在那邊抖 不是 你是被電到了根本沒辦法動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以為 這樣鱷魚感覺上很酷 以為牠就無往不利 沒有 遇到烏龜或者是遇到這個蠅 其實電蠅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前一陣子 有這個Royal Society 還有辦一個攝影比賽 結果得獎的照片竟然是鱷魚 得獎是鱷魚 蝴蝶停在木頭上 後面是溪流 自然的模樣 有沒有人看出來這是一隻鱷魚 鱷魚 有 我現在看出嘴巴是鱷魚 對 結果是鱷魚 就Mark他拍了這張照片 就竟然得獎 他是把蝴蝶放到鱷魚頭上 沒有 是自己停上去的 那除了看起來這個 對 除了看起來這個畫面很衝突 這麼兇的鱷魚 放上這麼柔美的蝴蝶 結果蝴蝶也不是笨蛋 蝴蝶過去幹嘛 做什麼 因為有東西可以喝 蝴蝶平常也會從水分當中 獲得一些礦物質來補充 結果原來是鱷魚的鼻涕 跟鱷魚的眼淚 裡面有一些鹽分是蝴蝶要的 蝴蝶會上去喝 蝴蝶居然還知道那兩個地方可以取水 沒有錯 竟然會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我們跟大家講到 這個的話可能看起來畫面很美 但是接下來這個畫面 不管你覺得美不美 可是請你要相信牠很美 因為其實這是 有沒有看見 這樣子噴出2000隻的小海馬 這是海馬在生產的過程 大家知不知道 這一隻在生的媽媽很辛苦 不 2000隻 對 牠是爸爸 爸爸生小孩 對 海馬的話是爸爸生小孩 所以牠其實很用力 就這樣一直 就是慢慢的把牠生出來 那我們再講玩青蛙好了 青蛙有些人覺得 牠這樣醜醜的又黏黏的不好玩 網路上這個影片竟然爆紅 你看 青蛙吃到了麵包蟲很高興 結果主人就說不行 吃太多了就把它拉到後面去 然後再放一隻麵包蟲 你看這隻又跳過來了 它左邊那隻怎麼有一點 不是 我要餵那隻 結果你看又一直把它拉走 你猜右邊那隻青蛙呢 牠會走不動 生氣了 有沒有發現 你看牠就很生氣 你看 所以牠一直想吃 左邊的在吃生氣 一直不給牠吃 對 然後牠就一邊生氣 把自己鼓得越來越大隻 越來越大隻 右邊那隻才生氣了 所以牠並不是因為吃撐了 而是因為牠生氣了 不是 牠不可能吃到那麼撐 牠是自己鼓氣 當然鼓氣的原因非常多 但是在影片上 大家都說牠賭氣 大家都說牠不高興 甚至後來投別過去 所以其實 就算你不喜歡青蛙 但是這個影片 還是很多人覺得非常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